顧客这个字你可能很熟 叫做Customer 还有一个字叫Patreon也是顾客的意思 可是它的动词Patreonize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也讲过了 但是我就觉得可以复习一下下 大家好我是Paul 最大只有英文其读 所以Patreonizing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认为说它是顾客的动词 也就是光顾 你的顾客来做的动作叫光顾一家店 所以我来你这里消费 所以我是你这家店的Patreon 所以我在Patreonize你的店 其实不是错 这是OK的用法 但在人跟人之间 我不是一家店 你也不是我的客人 可是人跟人之间也有可能有Patreonize这个动作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好其实我们的故事里 就这个Fest Hall里面 没有什么脉络 你看了你就知道 我先读一下给你听 So I work in a call center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annoy a knobhead Smart Arts customer is to pretend to not know what slightly out of the ordinary word means if they drop it into the conversation 先到这里 所以他在哪里工作 他在一个call center工作 什么是call center 就是客服 电话客服 我小妹就曾经在银行的电话客服工作过 但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工作都被外包到了印度还是其他地方去了 外包随便说一下 就是outsource So a lot of the jobs in North America have been outsourced to countries where they speak English 应该说应该说印度英文我听不懂没差啦 反正他讲的是英文就好了 可是现在大概更新的趋势并不是把他outsource出去 而是把他变成AI的就是 所以可能印度人也快没工作了 So I work in a call center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do something 所以这其中一个最好的方式来做一件事 什么是annoy a knobhead smartass customer 所以他想要去让某一种客人觉得不爽 他想要惹怒一个客人 为什么要惹怒客人 因为有时候你反正就觉得这客人很烦或之类的 然后或者你讲恶作举 这样 所以你如果想要去annoy 一个就是烦弄他这样子 一个反正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的客人 所以这个smartass 并不是说你的屁股很聪明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 很自以为是吧 大概是 你自以为自己很厉害 自以为自己很屌 尤其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smartass 所以要是你要去annoy 想要去annoy一个smartass customer 那这个ass的英式的批评法 就有一个r在里面 所以不是ass 是arse So one of these ways is to pretend to not know something 所以这个方式就是假装不知道下面这件事 pretend to not know 后面这件事 什么事情呢 what a slightly out of the ordinary word means if they drop it into the conversation 所以假装不知道的事情就是 一个稍稍有那么一点不太寻常的字 so a slightly out of the ordinary word 而且他还强调稍稍有一点点 因为说真的这个在一般的人的对话中 还是能够听得懂的 只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常使用 所以那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 像台湾有时候在教说 像我听过英文老师说 不要用seldom这个字 我真的听过 有的英文老师教大家 不要用seldom 我们常在学我们在学那个频率副词 always often usually sometimes这几个 那其中就有seldom 再来就是never 所以seldom就是很少怎么样 那我听过有的台湾英文老师说 不要用外国人不会用 我天里在放屁 我一天到晚听到人家在用这个字 真的 ok 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就用 因为外国人真的会用 那你说那些推荐大家不要用的英文老师 我不怪你可能你的舒适圈 就是一个 没有 就是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用 这个这么棒的字的一个舒适圈 那那是你的舒适圈我也不批评你 可是我必须说在我的舒适圈里面 我很常听到这个字拿来被使用 所以到底什么是out of ordinary 或者不属 什么是ordinary 什么是out of the ordinary 很难说 每个人的这个话 everybody draws a line and the lines that everybody draws is different 所以这个大概没什么好讲 但总之这个人的看法就是 你要是有客人用了这个 slightly out of the ordinary word 用了一些 没有很常见的一些字的时候 假装不知它什么意思 so pretend to not know what a slightly out of the ordinary word means if they drop it into the conversation 要是他们在这个对话中丢下了这么一个字 他就假装 对不起我听不懂 然后你要可能就会 你这样都听不懂得烦 所以包括一些什么字 下一句话他就说 patronizing works best 所以或许 所以他假装听不懂什么是patronizing 可是你如果问很多外国人 他们应该是不会不懂 但的确这个是一个没有那么常见的字 我这个字我最熟悉的一个出处 就是我所喜欢的一个美剧 叫做办公室风云 英文翻译英文原名叫The Office 那这个The Office里面 他很多就他的对话 我很多集都背了起来 因为我看了好多好多遍 re-run了很多次 在他9季 8季还9季 他刚才说re-run很多次 然后人家几季都忘记了 反正在他8季9季的这么长的 这个这么多的season里面 我只听到过一次 所以他有没有真的很常用 或许真的没有 在这么多的对话里面 他们只想 只把它拿出来用过一次而已 所以到底是什么是patronizing 我们这往下看一下 给一个字典definition Apparently kind or helpful but betraying a feeling of superiority condescending 所以就是我跟你在对话 假设你跟我说 我这个多遍都考不好 我考了半天 这个连650分都拿不到 这样你就跟我这样讲 你在抱怨 然后我就跟你说 是刚刚我也真的考很烂 我上次去考才考850而已 我讲这种话 你听了就 是我刚才说完我650都考不到 然后你现在跟我说 你考850很烂 所以我就看起来好像我是在 我是在对我们的对话 有那么一点贡献 因为你讲多一 我也跟你聊多一 So I am apparently helpful 可是我却其实 透露了一个 我比你屌 我在高高在上的 从上往下看你 所以这 a feeling of superiority 就是优越感这样子 那或者 那这个是一个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做比较 你可以说那是一种 humble brag 这个字也看一下 humble是这个 谦虚的意思 brag就是臭屁吹嘘 所以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 它已经变成一个字典里面 字典里面 我才有啦 就算没有 生活中已经很常听到 就是在那边自己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才考850而已 我好烂哦 其实我是在臭屁这样子 OK 或者是humble brag 那 那 patreonize再换一个这个地方好了 像例如说 我还蛮有印象的 这以前我在读一个那个短期课 但是短期课里面 虽然说短期 可是三个月一期 那总共有三个term 所以加起来就是总共有 九个月这样子 所以九个月的课 三个月一期 那它当然是 progressive的 然后就渐进式的 所以你在第一学期学的东西 第二学期学的东西 第三学期学的东西 等到第三学期的时候 你就会回头来看第一学期 然后就觉得很简单了 这样子 所以第三学期的学习 第三学期学的 我今天讲话怎么那么卡卡 所以第三学期学的东西 当然是比较难的 那我们有一次在教室里面 我还在第一学期的时候 打着电脑在学老师讲的东西的时候 旁边发生了一些 这个课堂外发生了一些喧闹声 就几个同学在教室外面 在那边大声的喧哗 然后讨论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教授 然后这个教授往外看 就是你们小声一点 这样子 然后他们开始跟教授聊天 因为看起来跟教授也是蛮熟的 然后结果我其中一位女同学就问了 你们刚刚在讲了什么什么东西 虽然说我们现在正在学 可是你们听了 听了好像你们讲的东西很fancy 这样 结果那个人就说 等你到第三个time就知道了 他就讲这样一句 你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 right 可是这个态度就是有点点 patronizing 要看他的 要看 我应该讲这个内容有点patronizing 那他怎么讲话的态度才能够判断出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你们这些小屁还不懂 之类的 所以要是有这么一个态度在里面 那那个就叫做patronizing 就从上往下的一种 好像你不懂了 等你长大就知道了之类的 这就叫patronizing 或者另外一个字 这边也有给我们condescending OK 从上往下臭屁的一种态度 patronizing condescending 所以这边刚 所以这里就说 所以你看这个字这么复杂 所以要是今天在外国人的对话中 突然间蹦出来了 那会不会有人听不懂 有可能 可是我觉得可能性不高 教育程度低的人可能会听不懂 但是有一点教育程度的人 应该这个字不会不熟悉的 这样子 好 然后他也包括了另外一些其他字 others include Kafka 所以Kafka 还是那个 还是念说Kafka 我不太确定 卡夫卡 曾经有 反正就是一个很厉害的 小说家来 应该是卡夫卡 那这个escue结尾 就是类似什么什么的 这个字的结尾 其实很多高中的同学 台湾的同学是知道的 像我们知道 如诗如画般的这么一个字 那你知道 一幅画就是picture P-I-C-T-U-R-E picture 那如诗画般的 picture 后面加一个escue picturesque 就是如诗如画般的 所以Kafka-esque 就是像卡夫卡般的这样子 那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字可以用在哪里 你爽就好 这样 你在描述一样东西 描述的像卡夫卡 再描述一下 那你就可以说 你的描述非常的Kafka-esque I guess 以及最后一个是nonchal nonchalant的意思就是 对一个事情就没什么感觉 记不起一些激情情绪之类的 ok nonchalant 所以这几个字 他就觉得 要是有人把它说出来 他在讲中听不懂 然后对方就会很不爽 这样子 好 我们把这个整个再念一次好了 so I work in a call center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annoy a knobhead smart ass customer is to pretend to not know what a slightly out of the ordinary reward means if they drop it into the conversation patronizing works best others include kafka-esque and nonchalant 可以 ok 所以你要打电话给我 然后 这个Paul 晚上我们一起去酒吧喝个酒好不好 我可以去也可以不去 我就有一点 好了 随便了 这个态度就是nonchalant 这样子 ok 所以多学了几个字 今天讲这好像也够了 最近有点希望这个课程不用做太长 不过我觉得我今天废话讲蛮多的 就是故事铺很长 but if that helps you familiarizing yourselves with these vocabularies I think it's all good 好 anyway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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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